屏東縣政府今天舉辦了圓夢之旅 邀請罕見疾病病友和家屬 搭上了病友彩繪的藝術公車 在屏東縣境內盡情遊玩 屏東縣政府以行動美學概念 推出世界名畫 以及罕見疾病病友 化作的藝術公車大受好評 而為了讓藝術公車更有意義 縣府主動接洽社團法人 小胖威力病友關懷協會 邀請病友和家屬搭著公車 暢遊屏東 小胖威力症狀或是有一些 這個唐氏症或是身障者 他們相關的畫作 可以不但在美術館以外 也可以是一個行動美術館的 藝術公車 下鄉到奔馳在屏東的 鄉間嵌茉 以後龍魚村都可以看到 用韓國釜山國際煙火 結當主題 參與藝術公車創作的 小胖威力患者蘇一和 也和媽媽一起參加了這趟旅行 這張會出現在公車上 我們也是很開心 很意外 然後他說 我的圖放在公車上 沒想到這麼漂亮 藝術公車會行駛 屏東各熱門路線 連肯定地區也可以發現 公車蹤跡 希望讓病友的畫作 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記者這麼報導 太少閉嘍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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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